好 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球解呢 就把那个刚才那项去掉了 对不对 那么最终的式子形式是这样的 那么由于我们这里有个二分之一减去一 那么我们最终可以得到这个东西 还是说我们不去写那个求和符号 比较麻烦了 那么这里呢 干啥对α球极大值 这个时候大家看是不是可以对α球极大值了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式子里面 没有w那个变量了 这个x和y都是以质量 对吧 这都是以质量 如果我们把求和号写回来 是这样的 全以质量 全是训练数据 那么这里的这个问题呢 就变成了什么呢 这个 这个 就变成了我的一个 二次优化问题啊 刚刚讲过的 刚刚讲过的 二次优化问题 ok 我可以通过我的经典的工具 因为之前只有一重变量 那我受限条件也很少 无非是α大于等于0 当然 当然 可能还有一些小的条件 如果你用软件格或其他东西的话 但是 但是条件 应该是 还有 还有这个条件 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 这个是我们当时写B求来的 还写B求来的 这个条件 那么我们来看这样的 这个问题呢 是比较好解的 因为比较好解的 它只有一重变量 那受限条件也比较少 那么我可以解出来 α 当然我们一般情况下 是把这个问题 转化为极小值 解求极小值 加一个负号 它就变成求极小值了 ok α解出来 那么刚才说了 那么α 只有谁会不为了 只有在分界线上的那个 在那个 我们说对应支持向量的α 支持向量的α 会不为零 也就是说 它会得到一组 什么样 α不等于零 if i等于 support 支持向量 这我们就解决了 谁是支持向量的问题 谁是贼 被抓住了 那么这个问题 就正过来了 我们再过来 再求W 对不对 W等于啥 刚刚给大家解过 那么这个时候 它已经变成了α SP 因为只有support vector 才不 α才不为零 那么这是我们得到这个解 对不对 当然我们的B 也是可以通过 按图锁地的方法 把W 干掉 然后再把它求出来 对吧 按图锁地的方法去求 因为在大support vector 上面 对吧 随便 你这样一代入 就求出来了 OK 那么我们这样 就把B给解出来了 整个问题 就都解出来了 那么我们还可以得到 我们说 其实它还是个线性分类器 这个时候 对吧 那么我们就 Y W X 加 B 我们用这个东西 来判断 这个数最后是 它大于零 它小于零 决定了它最终 最终的那个 那个分类 对吧 那么我们还可以带入 W和B 得到这个 我们分类的 只用supportvector的 一个条件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就不再给这里 给大家一一要数了 OK 那么好 我们在这里就解决完了 这个问题 那么还没有到 和变化 那么我们大家看 这个拉格朗日的形式 我们就不写 雄和符号了 这个比较啰嗦 这样一个拉格朗日 它最大的特点 是什么 是什么 我问 如果你的眼力好 你学过物理 物理里最喜欢对称 它是最完美的 对称 乘积的对称形式 出现了XX 这个乘积的形式 OK 如果我们用 把它表输成向量 我们可以把它 写像这样的 也没有问题 这个都可以 OK 那么这个东西 我们是可以对它 进行一个变化 OK 那么什么变化 什么是我们要 喜欢想做的变化 我们就想给它 做一个非线性的变化 做一个非线性的变化 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做非线性的分类 这个东西等于什么 当然这是不同的数据点 因为它是XXG 这里面 这个东西就是等于 这东西叫什么 这个东西叫什么 Kernel Function 以后记住 只要积极学习的问题里 出现了两个不同样本的 向量的成绩的形式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 Kernel Trick 那么第一次我们碰到 这种成绩形式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SVM大法 在优化过程中 引入的这个拉格朗日量 那么这个拉格朗日 我们叫队友 大家叫队友 队友拉格朗日 在队友里面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 引入到我们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核问题 在队友里引入核 引入了核 就可以解掉这个问题 为什么引入核比较好 那么刚才给大家提的那个问题 对吧 我们的FY 是个好办法 对吧 我们的FY是个好办法 我们加入了平方向 我们自然的可以 做这么一个图形出来 那无非是加做一个圆 但是 咋呀 咋回事 可能性太多了呀 你最后搜索出这样一个解 你是要通过 但是你如果续线不知道 你要加一堆的非线形象 累赘 那么KXY怎么样 简单 非常简单 为什么 很多时候 乘机的形式 内机的形式 都比 我们的单个形式简单 都比单个形式简单 那么 这里面最极端的 一个 一个东西是什么 一个例子 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的简单程度 可以叫做 达到一种 令人发指的地步 甚至是我们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可以进行 泰勒展开 泰勒展开 那么我们一会 给大家下这个公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高斯核 这个问题 那么其实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 最极端的 核函数比较简洁 最极端的形式 就是这个 我们刚才指数形式 这个就是一个核函数 这个就是一个核函数 这是一个核函数 大家看形式简单 就是一个 这叫高斯 高斯核 指数形式 高斯核函数 太简单了 我问 我问你一个问题 对于这个函数的φ 是什么样子 它所对应的 非性型变换φ 是什么样子 OK 我告诉你 它的φ长什么样子 我这么给你推一下 这个式子等于是什么 对吧 这等式等于这个 我们把它 把那两项给提出来 然后里面剩下的是这个 然后这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 跟核什么关系不大 那么看这个 这个东西 我可以用一个什么东西来搞 搞定它 泰洛分解 泰洛分解 OK 它我们用泰洛集数 我们的泰洛集数 我们说它可以展示成 无穷的多的密集数 那么这个密集数 是什么样子的呢 非常神奇地义 它等于这个 阶层辈的 得这个玩玩 得这个玩玩 OK 这两项我们说 一号二号 就不写了 就放在这里 得这个 那么这个东西呢 大家看 它是不是一个内积的形式 它果然就是一个内积 它等于什么的内积 我问你 它等于这个玩意儿的内积 非常恶心吧 对 它就是非常的恶心 恶心 对吧 因为它很长 1次方 2次方 3次方 无穷平方 无穷平方 无穷 你见过无穷为的向量吗 这个东西真的有 这个东西真的有 就是它 无穷为 无穷不是一个神话 但是通过神奇的无穷集数 这个思想 哎 经过和函数 它变成了一个 这么简单的形式 而它所包含的展开形式 范 那就是一个无穷为的向量 那真的是可怕 可怕 所以和函数的简化作用 就太牛逼了 了 还没 现在 还没 开心 尤ui 他们 的 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